好我們剛講到說現在雖然說不會改革案 視線結果已經出爐 但是呢其實民進黨已經調整好站隊了 包括先前他們就已經講好了有很多事情 要不要等到25號這個大法官講還之後 我們再來做啊 現在第一個動作就是呢在明天發現說 周萬來要被邀去做報告了 好為什麼會突然講到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呢其實羅志強他就直接講 他說呢他的禮拜五下午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看 他說哎奇怪怎麼這個八個委員會 其他七個都已經排定議程了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司法法制委員會遲遲都沒有 結果他說憲法法庭一宣判完 中嘉賓招委馬上排出議程要周萬來來報告 他覺得這個時機動機引人遐想 來請教原子 對因為因為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下個禮拜的每個委員會的那個議程啊 會在上個禮拜五的下午三點以前 就是全部會列出來 那上個禮拜五就前兩天啊 我有去一個要資料嘛 就真的就是司法委員會那個沒出來 結果後來沒過沒多久之後就出來了 就是說要找周萬來來做報告 那你知道周萬來來做報告是什麼題目嗎 叫做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的困境與未來 那這個題目你叫周萬來來幹嘛啦 壽事論 周萬來是可以講什麼啦 他如果要照到他如果要照實講的話 就是一件事情嘛 都被民進黨害的啊 害立法院沒辦法行使職權啊 我們立的法最後就被宣告違憲啊 那剛剛剛剛當然吳哲人講了很多 那個都民進黨的既定立場 我們也都聽很多啦 在很多地方也都討論過 那有的當然我們覺得也不是事實啦 比如說聽證的時候你找一般的民眾 即便是找一般民眾來當證人 為什麼沒有找律師 因為現在司法上面證人就是沒有找律師嘛 那因為他是證人嘛 可是我們那個法律其實有講喔 金主席同意是可以讓他找律師 其實是比現行的司法是放寬的 但是這樣子民進黨也是當然也是會罵 在他們立場也是會罵沒錯 但我覺得那個都是之前討論的東西 我們現在針對最新大法官的判決 到底合不合理這件事情來討論 我覺得是很不合理的 剛剛吳哲人講說大法官其實他 他把很多事情認為說行政權跟立法權 如果有爭議的時候 這個東西都要政治解決 由民眾來決定要誰是誰對誰錯 下一次選舉的時候可以反應 大概他剛剛的意思是這樣 可是我們憲政設計就不是這樣 我們憲政設計就是監督與制衡 就是說我們現在呢 我們這群人選出了一個總統 那個總統他掌握龐大行政權 行政權是一個怪獸 那假設這個人呢 如果你沒有一個合理的監督機制去監督他的話 萬一啊他一念之間要毀掉國家 要侵害人民權利怎麼辦 所以不能夠讓這種危險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一個監督機制 那站在民主國家就是國會 就是由國會來監督 然後另外我們以前五權憲法 有監察院 因為監察院一開始也是民選的 但是修憲之後監察院變成直派了 然後我們有司法 就剛剛講大法官應該是站在人民的角度 沒有因為大法官現在也是總統提名 所以大法官的判決都會比較傾向於執政當權 所以現在已經幾乎是沒有監督機制了 就剩六十個立法委員在野黨在立法院 然後當我們要發揮一些監督機制 比如說希望能夠實現 憲法賦予我們調查權的時候 不行不行不行這個違憲 所以剛剛林桌水講 對不對我們現在叫做什麼 艾滋國會是不是 沒有什麼監督的機制 所以你看喔 當大法官的判決一出來之後 我不是要很興奮啊 就列了五點 講一大堆 其中有一項是什麼呢 請在野黨立刻廢調超私調查小組 我想說你在急什麼 你是有多害怕超私被調查 為什麼你會那麼急著要我們不要去調查這個事情 是不是你認為裡面也有問題 所以現在憲政體制應該是要權責相符 才是能夠保護人民維護民主 但現在就是沒有了 就是因為我覺得大法官沒有站在 權力分立的這個角度去看事情 好大法官到底站在誰的角度來看事情 周萬蘭現在被邀去報告 其實政黨的講法是為什麼找他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時候修法 很多人不是去問他的意見嗎 那現在已經這個整個 國會改革事件出來之後 那就要問他啊 未來之後要怎麼做啊 所以呢我們如果請他來問 不是說國會寶典嗎 百科全書 他有責任要減少未來的意識瑕疵 但王宏威認為啦 民進黨這個叫什麼 叫做繼續羞辱在野黨 好同時呢他也強調 他質疑民進黨這個叫做 不叫做私設刑堂 繼續為難立法院的秘書長 進而是要為難韓國瑜 後面這個才是重點 來請教一下大佬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好有意思喔 非常有意思 因為大法官的判決出來以後 這個職能這方面 有三四種不同的看法 像這個吳世瑤就是鷹派 馬上針對這個 這個要什麼這個要什麼 那個要廢那個什麼 他就是這個山長 清除 山長該做的非常嚴峻的鷹派的做法 但是鍾嘉賓 你覺得鍾嘉賓 是在所有的委員會裡頭排案 排得最慢的 你覺得他排了這個作案來 是黨的意思嗎 黨團的意思嗎 行政院的意思嗎 還是他個人的意思 我認為是他個人的意思 因為這個非常符合鍾嘉賓的個性 其實鍾嘉賓是一個認真的委員 但是他常常有一些想法 非常突兀非常奇怪 你不覺得嗎 你笑什麼 我覺得你這個點笑不太對 你笑到底是同意還是 你笑我還是笑鍾嘉賓 鍾嘉賓委員確實他那個想法非常好 我覺得這非常吻合鍾嘉賓的個人的作風 跟個人的這個腦筋裡頭的邏輯思維 他是有他的一套 你說他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 我覺得他好笑 他因為是要把這一部 立法院議事規則的駝製點請出來 他說 親過的他們通過的 都有你的意思在裡面 現在利用聖書 是不是你自過必改 還是有什麼新的講法 還有呢現在藍綠 是不是要再來修一次 那還不會了 因為修了以後 去到法官那邊 還是通通廢掉嘛對不對 所以他要聽周萬來的講法 然後把你講過了 現在講過了 新的舊的不算 把他套住 把他套住 你已經講了 就是這樣 然後供他們自己內部持有 先下手為強 先下手為強 看他跟我什麼交個對 不是下手為強 周萬來是故意人嘛 為什麼要講那麼猛那麼兇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這個政治的氛圍 就是兩黨都一樣 都是很急躁 你知道嗎 比如說廢這個 廢那個去 剛才原始講得很好 要廢得那麼快 表示你心很急 表示你心很害怕 對不對 你怎麼不能等呢 你等到 藍白糊塗的時候 再把那個超私的 要拿出來講 你那個時候 欸 糟糊塗 大火官說不可以 那不是很美嗎 那為什麼一下子 就要把他廢掉 是 表示你心虛 是 表示你害怕 不是這樣嗎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的委員 都心慌氣躁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是 開始每天都亂目 來 請教教英修委 中嘉賓他當然是 私色行堂 秋後算账 我記得在國會改革那時候 有一幕大家應該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中嘉賓 去搶了那個 周冠南秘書長 手上的那個議事規則 還差一點 要不是後面有女性委員 把那個椅子扶著 周冠南已經跌倒 那他搶這件事情 大家就在警告他說 你這是公然在電視上 搶人家的東西 這個已經涉及到 刑罰的部分了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是有點秋後算账 但是利用昭偉的職權 這是假公即施 那我覺得 剛才 這個大佬在講說 中嘉賓 我個人也非常認同大佬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 民進黨他的時間節奏 我們不得不佩服他 就是說 從過去 八年的執政期間 民進黨在議事規則上 操作的時間節奏 操作非常精準 就是說 他把在野黨 雖然我們現在有立法院 這整個 整個 擁有立法院 但是民進黨他非常清楚 在每一個時刻 他要做什麼東西 所以你看記者會一結束之後 這個民進黨黨團馬上發出 就是說指導你們 你們現在應該要怎麼樣 你們要好好的 這個尊重釋憲的結果 而且馬上這個 不可以隨便批評大法官 台灣是民主社會 大法官的解釋 當然可以各界批評 我們什麼時候台灣變成是一言堂 變成所謂 大家想的是共產國家 你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跟想法 這是第一點我要表達的 第二點 什麼時候釋憲跟審查 釋憲要跟審查 就是說釋憲跟所謂的人事同義權 要分開來 甚至是說釋憲之後 五個要一起併審 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狀況 五個要一起併審 難道全部都要開院會 直接在院會 所有的案子都要禁服二毒嗎 跳過委員會的專業審查 要直接禁服二毒嗎 什麼民進黨現在不是在立法院 不是多數 你變成要指揮在野黨 應該要怎麼樣審 即便你希望這樣子做 也要朝野大家坐下來 去溝通協調 而不是你透過記者會 這樣的方式去喊話 我覺得那個是民進黨 真的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還在那邊指揮 我覺得這真的是不太合理 你這樣算一下就沒有啦 用台灣話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案子 在明天開始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而且現在不只是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憲法 在解釋完之後 國會改革釋憲案解釋完之後 其實它包括你們要提出什麼 憲法訴訟法 然後刑事訴訟 選霸法等等的這些修法 在外圍的民團這邊 也有很多人 比如說發起連署等等 那大家就會想 青鳥會不會在事實的時候會飛出來 他其實會有點想說 那個氛圍感又開始有一些些的出現 我們等等回來只要來聊一下 現在張大法官大家對於他 有不同的看法觀感的時候 整個司法大家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等等回來說 好 又來看到的是 在今天萬聖節即將來臨的前一個週末 那很多地方呢其實都有萬聖節活動 民眾黨今天下午在辦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他說呢要這個見鬼了搞什麼鬼 他們認為賴政府以前賴清德 你是怎麼樣的說呢 這個羈押違反人權等等等等 你現在在搞什麼鬼 好他們出來當然就是聲援柯文哲 然後因為柯文哲現在呢 又再一次的被申請嚴壓了嘛 佩奇出來落淚哭了 那他的妹妹柯美蘭呢 則是說他不想要再針對這些事情多做評論 其實現在你要知道整個社會氛圍大概是什麼樣子 就是呢 昨天有很多路上看到萬聖節裝扮 我萬萬沒想到柯文哲竟然變成了萬聖節裡面 今年蠻夯的一個裝扮的對象 某種層面上你要知道他本來的人設 然後現在呢被年輕人拿來這樣子玩 那真的是玩 那他的人設現在剩下什麼呢 黃國昌就講了 你們每一個人都在外面笑吧 你們笑吧柯文哲在裡面的每一天都在自我進化 越來越強 好可是他也講了 因為31號下午就要進行延壓庭了 他說他們裡面已經不抱任何期望 因為這一次跟上一次同一個法官 所以他覺得基本常識叫做壓定了 一定會被延壓 來請教沛君你們看 有沒有越來越長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他心理素質是不是很強 我覺得這個從他這個露面可以看得出來 他大概是很少數去看守所但沒有變瘦的人 而且有人去觀察 不是還說他頭髮好像越淡越黑 有啦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如果你從他外觀來講 我覺得他是一個心理素質很強的 但我其實可以理解你說柯美蘭或陳佩琪 心裡的那個羞憤或是那個氣憤的感覺 因為老實說我們從這個案子最一開始 我認為在這個偵查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依法偵辦 但是你不可以在手段上面去給柯文哲蓋布袋亂打一通 現在看起來的狀況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變 多半的人會去這個分析 其實我也是這樣相信 我認為到徵結之前柯文哲都不會被放出來 那這個依法該怎麼辦 檢察官有他的權責去做這樣事 法院依權依法去審理 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你看報章雜誌上報導 在這個審理的過程當中 好像如果沒有理解錯 有一個USB裡面很多重要的資料 那理論上這個USB應該只有一個吧 那一個應該現在正在這個檢院裡面吧 可是你看媒體上面的報導 我拉了幾句出來 這個檢書培進一步指出 隨著USB逐漸解密 內藏仗冊展示滿滿現金 然後資深媒體人王瑞德透露裡面 有富可敵國超級大咖 那人也是台灣的騎機友上百億身家 比1500還要多的數字 所以現在USB他們一人有一支 還是說這個會後有發 哪裡可以看得到下載 我們都還沒有去看到 這是對柯文哲來講 我覺得你可以說他有罪 最後審理也可以是這樣的結果 但是你不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給他穿小鞋 那這些這個訊息 像流彈四射 行訴出來的輿論 還有社會氛圍 我認為在真的這個起訴之前 或者未來判決之前 對柯文哲是不公平的 這某種程度我覺得已經未審先判了 那可是相對來講有趣的是就是 你看現在開始這個掌握特別訊息USB 深處秘密的都是這個綠營的公職 或者是一些這個相對的綠營友好的媒體 反而之前大家一直討論的那個特定媒體的獨家報導 但最近相對來講比較少 可能是因為前一陣子大家比較針對他們說 哎呀奇怪這個偵查不公開 那你們怎麼好像特別靈通 這一陣子看起來有收令一些 那轉向去報導這個橘子就所謂什麼帳房的 在海外的行蹤啦 或者一些其他的這個政治人物的八卦 那這一週的演變很多人會去把橘子跟黃芳燕 商品並論去做一些比較 這個許子瑜現在看起來人是去了日本 那可是被通緝的原因是他沒有到案說明 不是說明確已經有證據說他涉案 那這個涉入這個柯文哲的案子 那過去像這樣親信長期制海外不歸的 大概就我剛剛說黃芳燕 那他的這個下場最後結果真的也不勝唏噓 大概美國十幾年最後就親身課死異鄉 那可是扁案當年跟這個案子基本上還是有點 在此這個階段還是有點不同 因為當年是罪證確鑿 而且他後來也這個發函告知檢調說 他藏的鑽石到底在哪裡 那你現在說這個橘子保管科家的財產 先不要說金額落差很大 有沒有真的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也還說不準 因為他沒有道案說明 不知道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你看喔 論很急非常急 側翼已經開始說這個發動百萬懸賞 要去找這個橘子 我不知道是這個 時代在變 還是說他們這對柯文哲真的很討厭 也許吳珍有一些不同的答案 好因為呢其實現在針對橘子這件事情 大家就開始來問 甚至我還看到有這個名嘴講說 他會不會已經離開日本了 去了那個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司法互助 也不在互助的地方 好講法很多種啦 但是呢對於民眾黨內部來說 當然他們現在必須要先鞏固他們 還有他們內部的一些想法 因為呢其實從這兩個月的民調 就有人發現了民眾黨呢好像從九月 大概呢是百分之十二的支持率 到十月還稍稍回升一點點百分之十二點六 所以這表示他們現在已經就是 之損了翻就是停在這裡了 現在他們也說啦 如果說後續延壓真的會確定被延壓的話 那他們有可能在此之上還會有一些更加深的活動 我想請教一下秘書長 你怎麼樣來看這件事 呃我想克文哲的這次的案件啊 在很多民眾黨黨員或支持者來講 情感上面一定是很不捨 心裡一定會很難過 可是畢竟這是也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所以從法律的程序上來看 他到底在偵查的手段上面 或者他各種的行政的就是偵查作為 也就是說有沒有符合程序正義跟司法正義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 因為以我自己來說 我以前也是在這樣單位來辦案 所以我也常在看辦這個案子的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私下也了解 我相信北檢他們應該也不敢太隨便去亂辦這種案子 但是如果今天發生的這種 所謂偵查不公開 所有什麼USB這些都一直放出訊息 我覺得這個我是非常不諒解的 為什麼每個禮拜二 那個進新聞就會 進週刊就會有新的東西爆料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要注意要保密 為什麼就一再一二再再二三 這個是我很難接受的 那當然後面的這程序怎麼偵查怎麼去進行 我覺得還是在那個罪名 圖利罪還是也有收賄罪 如果只有圖利罪 我相信很多支持者內心是非常不滿 所以這也是可能沒有再疊下去了 還算穩定住了 但這個支持度也不是很高 而是說如果今天檢察官你真的有本事 拜託什麼反正冷錢包也好 USB也好你就盡量查 你真的查出來大家就沒話說了 如果你沒有查出來 又沒有明確的金流 那今天在這個鹽壓的那個書類上面 也已經寫了喔 湯夫之一條第四條喔 這個就是很嚴重 如果他真的掌握到 或許大家都沒話說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瑕疵 第二個我要講到局勢的問題 您剛才最後也講到那個 會不會跑到其他國家 我們沒有辦法做司法協助 我看到媒體很多都報導說 有沒有跟人家簽協議 可是過去我也做過這樣的工作 司法協助的協議有簽固然是好事 否則也可以個案來做協助 並不是不行 而且第二個 調查局在日本有人 警政署在日本有人 移民署在日本也有人 都有人在 而且他你在司法互助的過程中 他有沒有離開這個國家 這絕對不難查 絕對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這些都不用猜一定知道 但或許辦案單位不願意講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他如果又講的話 那我一定照樣又罵他 你們為什麼又洩漏了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已經變通緝了 我覺得你應該找得到人 找不到人 真的不是好的理由 對我們也希望真相大白 那如果真的有些什麼 我也覺得局長應該回來啊 你講清楚啊 你不講清楚可比本被壓的啊 這是辦案人的邏輯啊 但檢調是不是他應該是有方法的 但檢調現在到底掌握了什麼 因為很多人 吳珍大爺講啊 說那你真的有的話 你有通知到他本人嗎 你真的有查到一些金流嗎 你一直在講這些事情 但是確切證據在哪裡 就是可能當事人 他根本也沒看到啊 來 我想先從 我覺得基本態度這樣 就是 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我覺得民眾黨 現在的策略路線是比較 我就個人覺得奇怪一點 因為政黨成立最大的目標 其實就是想辦法取得 取得政權的影響力 你可以實現你的政策 但現在看起來民眾黨 是整個政黨 好像他的最大的 存在終極終止 就是要幫柯文哲辯護 那我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坦白說 民眾黨應該也不是柯文哲的律師團 那現在所有民眾黨的這些 包含黨公職立委 然後辦活動 現在全部都 把柯文哲司法案件 當成全黨最重要的事情 那問題是說 問題是大家 就是說民眾黨 柯文哲身邊的人 真的對柯文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掌握這麼清楚嗎 例如說 柯文哲在2022年的時候 有從這個 謝國良媽媽這邊拿了200萬 那之前按照秘書長 其實有之前談到 這個部分 其實黨裡面很多人也不知道 那如果黨裡面很多人 對柯文哲所做的 並不是百分百清楚之後 那現在 要怎麼樣去幫他辯護呢 所以講回來說 到這個金流部分 因為當然民眾黨 現在說到底有沒有查到金流 但是 從一些目前呈現出來的 逐步承認市政 確實案情是一直在往下發展 包含說例如說 柱亞虎部分承認他的行賄 那包含說 所謂的這個 當時大家在講 帳策 一個人民加數字 到底是金額還是時間 現在已經多方人 是承認說 沒有說這個是金額 包含我們剛剛講到的 謝國良的家族 包含這個半導體的董事長 包含東方文化董事長 等等等等 所以確實看起來現在是 所謂有金流 到了柯文哲這邊 那現在檢調可能在查 後面這個錢 到底去哪裡了 我想這部分可能還要釐清 所以接下來就講到橘子 那 因為包含北檢新聞稿也說 他們有嘗試透過共同的友人 要去聯繫橘子 那我想這部分 應該是有通知到他本人了 問題是說橘子現在 看得起來就沒有要回來 所以這就 回到我剛剛前面帶到說 民眾黨的態度有點奇怪 是因為如果 自始至終 黨的立場就是說 我們尊重司法調查 那也OK 可是之前 包含例如說黃國昌 他跳出來幫橘子講話 說他認識的橘子 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應該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現在當檢調正式 已經對橘子發佈通緝的時候 黃國昌好像又對這個話題 避而不談 他說北檢又沒有行文 來請我幫忙找橘子 這個問我幹嘛 那我覺得很奇怪就是 你當然他到最後橘子有沒有涉案 有沒有罪 那個要司法去釐清 但問題他現在是被通緝 那 這個涉案關係人被通緝 要求他配合司法調查 這不是應該是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國民義務 說大家要遵守的法律嗎 過去只要有這些通緝犯 前到海外或是 這個還在大堂大百逛街 黃國昌跳出來看記者會 剪掉大百在幹什麼 怎麼看這種嫌疑人到外面逛街 怎麼讓他走路 但現在變成說橘子的時候 好像他就變成避而不談 所以會覺得說 那你這樣會給大家 覺得說那你的政黨的 你這個道德的線 到底要劃在哪裡 那如果案情最後發展下去 萬一最後被起訴 那你民眾黨的公信力 不會陪著柯文哲這樣一起陪下去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民眾黨要去深思的地方 不過還是要釐清一下 因為現在所謂的USB的金流或什麼 他或許跟政治獻金有沒有申報有關係 但是大家在意的是 這筆裡面的不管是有簽 有收沒收 這邊跟金華丞案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你要知道柯文哲現在是金華丞案被告 你沒有辦法把這兩邊的東西連結起來 那這邊還是這邊 這邊還是這邊 兩方你無何要能夠真的判人入罪 台灣還是司法社會講求的還是證據 我們先進廣告 好這個星期討論度很高的還有什麼 你打開新聞台看 大家都在講周杰倫的門票啦 有人跟喊話說 我為了要買不上你的門票 結果我那個公司抽30萬大獎 我沒有去領啦 還有人說 你那一天的時候我去做什麼東西 你可不可以可憐可憐我 給我一張門票 甚至還有在討論 要不要去地下下水道去聽他的演唱會 這麼多都是為什麼 都是因為黃牛票 好啦現在政府說 硬起來努力抓黃牛 結果62名的黃牛被逮 群組裡面甚至還說小心萬安演習 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台北市呢 他們現在已經有通知警察局長要好好的來查 那問題來了啦 大家就一直在講說呢 這個黃牛抓到了 甚至呢台中這邊也抓到了五名工程師 說斜槓當黃牛 這個也通通都給他摘起來了 但我們不是有修什麼文創法嗎 去年就已經通過了嗎 我們不是有所謂的抓黃牛打黃牛辦公室嗎 那為什麼現在還要讓警察盲成這樣 詐騙都不用抓是不是 因為他事先都沒有在執行 我跟大家講 他現在最近抓到很多黃牛 他們都是用有一種 他們都寫程式 然後用掃票機器的 因為這一次周杰仁的票是在系統上面買 所以很多人就要登陸電腦對不對 一登陸上去就在轉圈圈 然後圈圈轉完之後已經賣完了 那那些黃牛呢 因為他寫程式 所以他一字可以掃幾百張 然後大量的 所以很多人在電腦前面就是等辛酸的啦 因為都被他們搶光了嘛 你怎麼搶能夠電腦程式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避免呢 實際上是可以避免 為什麼 因為像我譬如說我在質詢那個小野部長文化部長的時候 我直接 我跟你講我在質詢前 我就搜尋周杰倫代購門票 出來一堆網站 然後我就秀一張給他看啊 我就說欸 這個一張6880代購價2萬 等於是要 等於是他要賣大概接近3萬 這不抓嗎 他說我們是接到檢舉我們才會去抓 所以他不主動出擊啊 不主動出擊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黃牛就 已經買到票了 買到票就賣啊 那問題是這個衍生出什麼問題呢 衍生出的問題就是 好那現在 一堆那個黃牛搶到的票 全部被註銷 那多了一堆票出來 第一個這些票要怎麼處理嘛 你要另外再讓大家去搶嗎 還是怎麼樣 第二個 很多人已經付錢了啦 這個錢不見得追得回來 當然我們也不鼓勵你去跟黃牛買票 就是會有這個風險 因為那個錢萬一黃牛 我看到有一個黃牛夫妻炫富啊 做得非常好啊 搞不好他們已經把你的錢花掉 然後你票也拿不到 你就血本無歸嘛 然後再來就是 那當初規規矩於買票的人 就是搶心酸的啊 所以這個事情 會引起民怨是在這邊 那你說法律呢 法律就是 其實文創法也有規定 如果你用掃票機器人 去掃票的話是有刑責的 對 那你如果一般賣票的話 比如說你幾張加價賣 是要拔錢 就是拔票面價的10倍之類的 但問題是要有人執行啊 如果你就是事先不管 事後發生了之後 才在那邊雷厲風行做給大家看 就是已經來不及了嘛 所以我覺得執行 比所謂的立法更重要啊 好 現在又有人說啦 只要是政府的那些場館 也要辦活動 你是不是以後都持民致算了 其實這件事情 有在追星的都知道了 人家日本人家韓國 應該有個完善的體制 為什麼台灣一點都沒有 來請教佩君 我覺得大巨蛋自從開始啟用 我從測試賽到這個體育賽事到演唱會 從張會到周杰倫 已經快變成我們台北市議員的惡夢 因為那個請託電話一直來 就是 我這個禮拜基本上接起來 有一些電話 我看都不用看 我就知道他第一句要講什麼 有沒有周杰倫 真的沒有 我現在公開講沒有 不要再問了 LINE不要再打了 對 但是這件事情很難去從 目前現階段很難從根本上去處理 有幾個面向 因為甚至其實連音樂圈裡面的人 都有人主張說這個 買票加價賣這件事情 到底可以還是不可以 應該還是不應該 有一派說法是覺得說 我去搶票也有付出一些 這個時間跟人力成本 那是不是像其他 比如說球鞋 然後我覺得限量商品 我帶一些這個人力的這個費用上去 可是這是指說你自己用你的手指 這樣去搶來的票 那在這個剛剛講的這個思考方式去賣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都是這個用機器人 用寫程式一次就框一些票下來 我舉一個例 就是在之前 今年有舉辦大巨蛋一開始的那個測試賽 他是12點開始放鎖票 然後有13000張 40秒裡面就被鎖取一空 可是那時候我助理就在這個 民眾打電話來 我們上網去查 發現那時候就有人直接在上面講說 他手上有40張票 所以然後開始要轉售 那就不代表說 你這一定不是用你自己的人力 你一定是這個用特定的寫程式 或者用機器人 然後去做這樣 那當然很明顯就是不公平 那剛剛袁志也講 現在的這個法律可以去罰 文創法可以去罰 那最多可以罰到票面價格的50倍 好那周杰倫好像最貴是6800吧 罰50倍蠻多 可是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這票是送的呢 比如說國際網會大家都要 我剛剛講的這個測試賽 門票金額是0元 那你怎麼依據這個票面金額去罰 所以黃牛在這種狀況之下 以測試賽來說 以國際網會來講 他賣這個是穩賺不賠的啊 因為你現在的法律 就沒辦法去罰他這個錢嘛 那只要搶來加價就可以去做 那這個是民怨 然後但是很難解釋 很難一時片刻很難解決 是因為他雖然涉及的層面很大 因為你會有黃牛一定是大家都想去看 可是那個金額相對其他的金融犯罪來講 其實相對微小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可能真的 要從根本去解決 我覺得可能真的得修了 以現在去抓警力去做這件事 老實說我會用心疼兩個字 我會覺得很心疼台北市的警察 花這麼多的行李去抓大巨蛋的黃牛票 這個對他們來講 某種程度我覺得不是很公平 就是大家講的嗎 全台警力投入抓黃牛 大炮打小鳥 他們其實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但因為現在警察局長講話 大家當然是局長講了 他就先做這件事情 那大家就開始很簡單嘛 你就是去問你有沒有要賣 然後有人張巨貨 那就抓到他了 但問題是他們有更多的事要做啊 而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旭珍委員他所說的 就是現在政府到底是不是不是無能 他直接講說是極致低能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變成在網路上 年輕人討論的笑話 就說變成是業界他們也在拿這個在做生意 就是拿周學人買不到沒關係 我們到地下道去順便來IKEA買個照明燈 甚至是他說到地下道去聽 那記得來買我的保險 要買一下保險 我覺得這是笑話 但是重點是政府的心態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既然已經修了法 但是你法上面你後續 你拿不出解決的方法 你甚至還說這個文化部的部長還講說 我不喜歡周結倫 那甚至是非常親歷的民進黨律師林志群還說 為什麼賣房子賣股 買房子買股票或者買賣過程都是加價來買 那為什麼黃牛票不能加價來買 我覺得如果用這種心態 如果整個民進黨或部會首長用這個心態來看事情的話 那當然這個黃牛的問題沒有辦法根本來去做解決 這兩天報紙也有在講說 我們應該學國外的方式 甚至是在門檻上如何去做一些調整 譬如說外國比如說BTS 他們都有BTS的ARMY 那你就要先去當他的ARMY之後 然後問很多問題之後 你才可以答對了之後 你才可以來買票 我覺得在購買的過程當中 加更多的一些門檻 那當然有一些票他挪給 譬如說真的是要買給人家送女兒 像我就會買票送給我女兒 那就是說我覺得分開來去做不同形式的調整 讓黃牛的那種機會 越來越困難度很高 但是買到大票一次買四五百張票的機會 越來越少 對我剛剛提到 我確實也看到網路上很多這個偏綠的 他會告訴你說就市場機制啊 為什麼這個一定要政府 或是一定要這個警察來抓來管呢 但問題來了 因為在國外他不是一個案盤 他可能是在一個網站上面 他是一個很有明確的系統 在做這件事情 那政府要告訴大家就是 我們怎麼樣來做這件事 如果你認為是市場機制 好好規範嘛 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每次一到的這個演唱會的時刻 都要被當盤子 或者是呢就黃牛橫行 大家感受就會很差 我們先進廣告 好除了呢跟周杰倫有關的新聞 現在很多年輕人在看之外 另一個年輕人都在看的是 我怎麼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發生 好原因是因為呢 現在媒體告訴我們新清安貸款 很多人都是貸款了 結果這個神助公之下說 有房的大學生 親愛的是大學生數量 攀上五年來的新高 好他們說呢 在今年一到六月 總共有十一萬九千多筆的 新增房貸樣本數 其中二十到二十五歲 就是大學都還沒畢業的 就有一千八百二十一筆 那很多人呢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看中政府的這個新清安貸款 所以呢 爸爸媽媽想說 也可以喔 來幫忙你買一間房 因為如果說呢 這個現在有這樣子政府幫助的話 那也許是一個契機 但問題來了 裡面有沒有真的都是真的 財產的漲法是他們已經追回了 三百多件的利息補貼 很多那種借人民的啦 違規的啦 現在會通通抓回來 那這一位 如果說呢 常常有在看房市的話 就會認識他 帥過頭先生 他就直接的講了 他說基本上 他覺得確實 短期上面也許刺激 而且刺激的房市 讓房市你現在去市場看 那個大概一千多的 通通掃的很快 但問題來了 五年的寬限期之後 他們要怎麼繳錢 他就說 本來一個月薪五萬的年輕人 現在他可能是繳一萬七一個月 那如果五年之後 暴增到一個月要繳五萬的時候 你覺得他真的還得起嗎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短視盡力有可能加劇房市泡沫 請教大佬你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西清安這個是好意啦 但這個計畫是不夠周延啦 因為你灌了錢進去 比如說利息補貼 這個市場一定是往上 那很多人就他不需要 比如說他還在大學裡頭念書 這個就不是在我們整個市場調查裡頭 需要房子的人嘛 通常他們租個房子 念完書又搬家啦對不對 所以這個根本不是你要幫助的對象 但是他想的不夠周延的話 就併發症就一大堆 我告訴你一個秘訊 就是說上次大選的時候 我設計了一套非常完美的 就購物計畫幫助年輕人 一個很資深的 國民黨的現任的委員 財經的 他就說大佬 這個如果侯友宜不用的話 是不是可以借我用一下 所以你看多好 但是後來因為老趙 老趙做副總統候選人 所以他就把我的計畫送給侯友宜 侯友宜就送給他的競選團隊 競選團隊有智庫 到了智庫的手中 修到變成非常的平庸 有沒有出去 有啊 在報紙上連登一天都沒有 你知道嗎 就不感動了 我最讓人感動 最讓人佩服的部分 把它修掉了 這個就是智庫不智的地方 你看他多厲害 他把好的地方修掉 把不好的地方留下來 所以這個 這個我覺得 當初有這個埃利爾的 現在應該要承認錯在哪裡 要把不對的地方 好好的修改 但是其實新清安 現在大家擔心的就是說 真的需要房的人 他有可能因此而被排擠的 譬如說呢 現在有很多的小家庭 他可能就是因為需要的 這一些房市 那個比較可能 之後要再換房 慢慢換上去 但是這個新清安 貸款一進來之後 你變成低價房 現在是熱的不得了 而且是過熱的狀態 而且如果說啦 預售現在是這樣子 然後賣的很好 五年之後呢 這一些人真的 他有辦法來繼續 這後續的這些償還嗎 那五年之後的狀態 可能現在你會覺得說 五年我就已經不在這裡了 跟我沒有關係了 大家的想法是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台灣 我們居住正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有一些專家會覺得說 像新清安貸款 是不是可能會造成房市 泡沫的風險 我承認這一部分 確實是他 某種程度上 你在風險控管上 確實是可能會有這個問題存在 但是為什麼會 如果假設有一天 會有房市泡沫存在 我們看例如說 美國2008年例子 為什麼 他是因為說 很多人去帶這個房貸員 可能本身他的經濟能力 事實上是不到 可以去支撐其他養 或是說買不下這個房子 所以如果今天房市 反轉向下 他可能就會還不出來 這個是我們在講 房市泡沫風險 但是你轉回頭來看 清清安這個政策 本質上其實 他就是要去協助 年輕人解決住的問題 那台灣我們普羅社會 大家最大的社會價值 還是認為說 大家還是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就是說租屋跟我自己有房 那還是不能比的 所以某種程度上 政府又必須要推出政策 來協助說 現在還沒有辦法買房的人 要去能夠去進入房地產市場 但你如果要從風險面來看 那確實他之所以現在沒有房 可能就因為他經濟能力還受限 所以某種程度 這是互相矛盾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本質上 第一個是說 政府在這過程中 包含之前央行 去針對各大銀行 做一個放貸率的事情 說你的水位還要保持一定程度 一個是風險的控管要去做 另外一個是你還是要多管旗下 包含說租金補貼 包含說這個社會住宅的興建 你不能把整個所有居住正義 全部都壓在 所謂買房貸款這件事情上 你的管道還是要多管旗下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 限制到的另一個 可能他真正已經出社會 需要的族景是什麼 小資族 因為現在廉政中心他們也統計了 全台小資族的房貸案件 佔總體大概12.4% 年減2.4個百分點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講 房價在漲 因為有人這樣子的一個房市熱的話題 他就會漲嘛 而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當他掃得很快的時候 你可能還在猶豫的時候 就已經沒了 所以年薪40萬以下的購物族 就會反而變少了 那某種層面是不是剛剛吳真講的 有需要的客群 但有需要的客群 會不會其實也在這一波當中 某種層面的被排擠 請叫秘書長 我接著他剛剛這樣講 其實居住整理應該有很多方法 這新規案貸款其實只是一個 那我另外舉個例子叫包租貸管 其實包租貸管一方面在稅付上面 會有一些優惠 還有每年那個1萬塊修繕費 你房東房客有的都不想出 那你就由政府出啊 因為還有一個服務費等於是政府出啊 當然目標當然是每個人都能夠 自己買得到最好 可是過去會面臨這些問題 就是我租不到也買不起 好那你現在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辦法 蓋那麼多社會住宅 那我至少我可以租得到 而且相關費用又有別人來出 這在你還沒有買到 或還沒貸到款之前 這不思維是一種過渡性的一個方法 因為也必須要理解的是 他們真的都需要買房嘛 現在的這個民生物價呢 很多人都在講 這個店價一直在漲 基本上就是直接衝擊到民生跟產業 因為民生的需求 店當然是一直以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也發現 國民黨團呢 除了在住房這邊 他們有一些他們自己的政策之外 在核電研議修法這一塊 有人跳出來了 說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修咧 我為什麼要幫政府來解套咧 我如果真的去修了這個核子反應器 設施的研議條例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為了合一 那他就復活了 國民黨 國民黨不是很雞婆 我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這個除非台灣不要AI 要AI的話 一定不會非核家園 所以民進黨 你讓民進黨自己想辦法去解套就好了 國民黨該做的事情一大堆 為什麼要這麼雞婆 所以應該要朝這個方向前進嗎 來請教委員 民進黨的非核家園 2025的目標 能源政策的配比是 再生能源20% 天然氣30% 國力發電30% 那個配比 我覺得民進黨到底答不答得到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顯然是再一次的跳票 那今天能源政策的 我們付出的代價是 我們電費一下漲這麼高 包括連今年公部門 要編28億的電費 各部會加起來 比過去成長了22% 那更不要說 所有的民生跟產業用電都漲很多 他最後背後付出的代價就是 物價全漲通膨的問題 最後我們每一年 好不容易有升3% 4%的薪水 但是全部都被這些通膨都吃掉 這是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 剛才沈大佬講說 不要去幫民進黨踩刹車 當然黨內也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產業界或許 很多產業界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民進黨 不管是在野黨或執政黨 如果現在特別是 合二合三 合一合二合三 如果不開始討論研議的話 當2030 他們現在所有的民進黨 包括郭部長 經濟部長 他說這個2030 我們只敢保證2030 那之後到底確不確定 但是我們整個合二合三 要做準備 未來要再啟動 必須要在五年之前 你不可能等到2030年 再來討論說 我合肺的要去哪裡 我所有的維修 後面再來做 全部都來不及 這就是未來最大的問題 大佬的意思就是 他自己想辦法 他現在不是還要AI 人工智慧導嗎 他的想法也有前瞻性 也有前瞻性 那時候恐怖公民黨執政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個法就是 核子反應器 那個條例 上個會期有排過一次 在教育委員會有討論過 但是後來大家沒有結論 所以沒有繼續再排 所以我